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每个人都会变老 但是每个人变老的速度和程度也不一样 很多中老年人都没有定期做身体检查的习惯 往往是头痛一头 脚痛一脚 很多疾病出现病状的时候 都是已经错过了最佳治疗的时间 所以定期检查是必须的 特别是万有多种慢性病的中老年人 中老年人面对身体机能的退化 患上慢性病和癌症的风险 垂直而增加 包括糖尿病 高血压 冠性病 肾衰竭和慢性知习惯炎等 此外中风 骨质缩冲症 认知症外症和帕金性症 也是老人常见的疾病 有些疾病在早期不一定有明显的病症 丁期的检查可以有做早发现 早治疗 对空击病情有积极的作用 与一般检查一样 中老年人的身体检查 包括病例查询 健康风险评估 身体检查和针对新的跨研 一个综合性的评估 包括认知能力的评估 跌倒风险的评估和记录力量的测试 有需要的话 也会加强精神健康的评估 方间没有一个适合所有人的验试套餐 医生会根据你的患病史和风险因素 为你设计个人化的检查清单 各位老朋友也不能单靠一个检查结果或化验报告去判断自己的健康状况 应交由专业医护人员汇总分析和跟进 应知能力评估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身体检查 应知能力测试和面谈完结 从应知 心理 神经系统 身体各方面遵循检查 会早期老退化做出评估 提供个人化的治疗方案 家人和教育者的参与是非常重要的 可以更加了解病人的状况和家人的疑难 结合了不同专科的医疗团队 为中老年人士提供更个人化的检查建议及健康跟进 大大优化了体检流程 损缺了不必要后入侵性的检查项目 为我们达到真正受而康的健康目标 生肾案 感谢观看 合彼 学生 学生 黄奕